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乐音 你在事儿小心点 对不起 阿敏姐 不知道是不是特意的 粗手粗脚 没心就不要做 算了 剩下的那些 等阿姨过来收拾吧 阿敏 我下午做了帮我拿准备开会的资料 我们去吃饭了 行政副立丁饭姐 又不包重饭 将来就是我的币书 大家都这么高这么大 戴什么高贵啊 要不然她是不是坐了一个位 我也很惹对着老板的 阿敏姐有没有事啊 要抹傘没有啊 那么吵不在里面 什么声音啊 什么声音啊 要抹傘没有啊 你呀 吓死我了 你说那张曼不知道吃饭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暈了 阿sir 就是她 是她毒死我姐姐的 全公司的房客都是你的 不是你就是谁 你就是冯乐音小姐 我就是啊 什么事啊, 阿sir 这些好事还有没有啊 有, 在个季度 你们等会我去拿鎖匙 灭鼠岭? 嗯? 为什么会在我包里面呢? 之前买的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 三氧化二身? 这只老鼠药的主要成分 是三氧化二身 也就是, 俗称的屁伤 究竟是谁包包里面呢? 小姐, 不好意思, 我要搜查这里 哦, 你搜啊 我回去拿鎖匙而已 哎, 出不下去呢? 站住啊 胡叔姐找到了没有? 你说刚才那个女孩 她跟她走到那边哦 走了 嘔, 嘔 你快收拾一下 你又收拾你 收拾还跑 你不是拿鎖匙的吗 我突然煎了一些肚子 鎖匙已经拿走了 我现在立刻就开轨 阿sir 还有这些了 这些老鼠药的成分是轮化心类化合物 不含心的 将万七事没有可能是意外 你老板什么时候才回来 我老板在国外出差 估计这段时间是不回来的 有什么事可以找我谈 行 现在我们需要你们公司 每个人都录一份口供 麻烦你们配合一下 什么?你说有人想陷害你? 是啊 今天警察刚刚才说完 将万是被人拿了一种 含有披霜的老鼠药 转到我包一边 就失惊无数地多了这个东西 那警察要我发现什么? 你怎么回答他? 当然不可以让他发现 现在将万他妹妹 是要说我做的 如果再被警察发现那包药 那怎么还用得清? 但是今天偏偏就是我 把那包老鼠药出到厕所的时候 有人锁了他 真的就被警察发现了 究竟是谁? 那个人根本一心就想自死你 就是了 必须要坐牢 不是了 想真一点 我再明白 他再暗 如果我不捉他出来 那我不是迟了要让他玩死? 但是 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捉? 我自己有些东西 会告诉我 究竟是谁做的 喂 我们晚上就住在这家公司 究竟有什么呢? 跟着警察 没有将我吃的那些餐具 全都收走 因为有个被我打破了 我收拾玻璃的时候 看到那个杯底 有点白色粉 清潔阿姨也是早上来倒垃圾 我估计他一定还在 我们好 这个 这个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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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我想 你要跟我们回去派出所有拖蓝 老实交代 为什么你们两个半夜生间 回公司拿一份玻璃税 我女朋友说 那里有可以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我们也不要说怀疑谁 他凭什么断定 我们会怀疑他 还是因为你们心虚 想找什么证据 不是… 警察,不是 我们在你们刚才收到玻璃税里 研错了披霜 真的有披霜? 警察,那件事是我女朋友猜的 我想 不是猜这么简单吧 死白头 他你休了多长久 自己有心 是脚下来披霜 吃吃吃吃屎你 警察,我脚下来披霜 就是发现一下而已 不代表真的要去做的 那这群老鼠怎么解释呢 我们在你公司厕所那里找到的 上面还有你的子毛 你今天去了厕所这么久 是不是就为了委层移植 我们见过饭客里面的批箱了 衡量非常少 根本不喜欢自明 但是那杯子就不同了 里面的浓度足以令张曼 成世一世一世五发的 你把老太太不习惯 让张曼骑在头上的 而且他带了妹妹入公司 坐了你的位置 所以你就起了杀鸡是不是 不,我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你本来打算放毒在杯子上 然后曾经打破杯子毁灭证据 但是你没想到张曼有一个习惯 在叮饭之前把水倒到饭盒上 这样就污染了饭盒 而且间接暴露了你 所以你就没时间处理毒药 就这么匆忙地把老水药 冲到厕所上,是不是 没有啊,sir 那个玻璃盆是有点问题 但真的不是我做的 就是有人撑去我的 姐姐 放心吧,姐姐好很多了 检察同志啊,真是我对不起啊 是误会的,没有人有毒我的 但是你体内这么大量的身在哪里来的 哦,不知道是不是我吃得太多牛黄解毒丸了呢 你吃了几粒啊 嗯,我没有数啊 就是拿了一堆,可能是二十粒吧 二十粒?你没看说明书的吗 牛黄解毒丸一次吃四粒已经很够了 它里面含有牛黄、红黄 它的主要成分都是流发生来的 怪不得你会伸中毒吧 你这队啊 你是不是将曼 是自己吃了二十粒牛黄解毒丸啊 技术科那边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玻璃杯里面是高浓度的生化物 真是来自牛黄解毒丸的 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 是本来无毒的流发生 竟然现在仰化成剧毒的披霜 这样的话,就真的有可疑了 如果张曼真的吃了这么多药的话 那发生里面的老鼠药又从哪里来的呢 发生里面的老鼠药 份量本身就很少 如果有人真的想害死章黄的话 为什么会放这么少呢 那些份量连肚子都不会 除非老鼠药本身是一样烟雾蛋 是用来狠害冯乐欣的 那…就是张曼在掩飾真相 这宗投毒案根本是想借机杀人 只不过是说失败了 那个兇手既然可以令张曼 深根情愿帮他做掩护 看来,兇手挺不简单的 这宗有预望的谋杀案 已经轮不到张曼 他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 那冯乐欣和他男朋友 有时候防腐归山 才可以引导真正的大老鼠出来的 吓死我了 幸好张曼省得早 有,不过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说这次是意外的话 那之前那波老鼠药呢? 还有利益关在厕所那件事呢? 是谁做的? 对啊 我一听到警察说放我出来 我即时开心到什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张曼说是意外 警察也不查了 但张曼明明说是自己吃的 他为什么说大话? 难道他想帮兇手掩饰? 就是说兇手是一个他不愿意揭穿的人? May,张曼呢? 帮他姐姐去南非和老板开行业峰会 什么?明天告峰会今天才买票过去? 喂,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开张曼电脑? 原来真是你 冯乐星意外发现 原定有姐姐张曼陪伴老板出席的南非会议 而三个星期前订好的机票 却写成了妹妹张敏的名字 似乎她一早就意料到姐姐道士一定无法前往南非 这一发现让冯乐星更加相信 张曼的中毒绝不是单纯的意外 你真是有责任心 情愿无人留下照顾你 都会叫你妹妹去顶你和老板帮忙 不过你都知道了 有些事情 不是你们两姐妹说顶就可以顶的 特别的对方 特别的对方 根本不当你去姐妹太那时 女人你说什么? 我为什么听不明白? 你明白的 你只是假扮不明白 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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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过阿敏去南非的机票了 早在三个星期前就已经订好了 她好像一早就知道你根本去不了 还有 我记得她出事过一早 她们在茶水间拿着小刀 不知道是不是帮你弄药呢? 她没跟你说过,不要吃太多 乐阴,我知道这件事是给了不少麻烦你 我替我妹妹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她还小,不懂事 想事了,我已经知道错了 她好像一早就知道你根本去不了 还有,我记得她出事过一早 她们在茶水间拿着小刀 不知道是不是帮你弄药呢? 她没跟你说过,不要吃太多 乐阴,我知道这件事是给了不少麻烦你 我替我妹妹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她还小,不懂事 想事了,她已经知道错了 阿敏,你坦白告诉我 是否你把我弄药呢? 姐姐,你说什么?我们是亲妹妹 我怎么会害你呢? 你还想狡辩? 是否我等警察过来查清楚 你才肯承认呢? 姐姐,姐姐很知错了 我不是有心想害你 我真的知错,我只是一事糊涂 沒有,姐姐,你相信我 我不會再煩了,姐姐 原來真是你? 其實我也喜歡我們老闆 我對他這麼好,他不熟了我 但他去哪裡帶你,甚麼都為你想 我也想去 我真的打算放點藥 讓你討我去不了,我帶你去 我沒打算害死你,姐姐 你相信我,我沒騙你,姐姐 你想跟著去,你可以跟我說 難道兩姐妹這種事都開不了聲嗎 總是要落藥害死對方 不是的,姐姐,真的不是這樣 我以後不會的 你原諒我,姐姐 難道你想見到我坐牢嗎 我出來還怎麼做人 你真的想見到我這樣嗎 不如這樣吧 你不要跟別人說 待會警察來錄口供 你就說你自己吃藥吃多了 沒有人想害你的,好嗎 想不到你到現在還會保護你妹妹 難怪她一次又一次騙你 甚麼意思 張文絕對不是想讓阿土這麼簡單 她不知道多想你死 不會的 她是親家姐來的 她不會這樣做的 不會的 張文小姐 阿Sir,我姐姐不是說了 藥是她自己吃多了嗎 還說我們做甚麼 我們都會發現的 是呀,即使一下子 吃完二十樓牛王解讀院 中毒的反應 都不會在短短一個小時內出現 除非有人故意加熱那些牛王解讀院 令裡面的流化身 全部變成劇毒的山氧化而身 而且你姐姐已經認了 是你教她說謊的 那些牛王解讀院是你放的 馮樂欣她當日看到 你在茶水間除了拿著小刀之外 手裡還拿著打火機 我們在公司的茶水間裡 找到了這個匙巾 上面有被消耗的痕跡 和茶樓的生化物 其實你根本就有心殺死你姐姐 而不是不吃藥物那麼簡單 是呀 是我做的又怎樣 是嗎 從小到大 她甚麼都要跟我爭 難道我長得不漂亮嗎 為甚麼那些男生約了我 都是為了認識她 就連我老闆 我對她這麼好 她也不把我放在眼裡 我早就想這樣做的 我知道她出差之前或者喊東西 她會吃牛王解讀院 她不會吞藥的 她會把藥丸磨成份 沖水喝 那我大學讀藥劑的嘛 我知道牛王和紅王佳儀之後 就會變成Pay Shark 劇道無比 所以 我不是在藥丸裡做手腳 我趁我姐姐這次出差 我準備了些牛王解讀院 和老鼠藥 平時她吃四顆 她吃四顆 我就給她一顆 為了把份量看上去沒有甚麼不同 我就掛走藥丸上面的糖衣 然後拿一條匙巾去加熱 讓藥粉溶得快點 我還特地拿去微波爐去吃 我還在那裡 一個挑戰 就有太多的 它會很美 這是一個大師傑的 蛙 大家可以學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連你姐姐也想殺 你覺得你還值得你姐姐為你隱瞞嗎 其實你姐姐早已跟你老闆說好了 今次從南輝回來之後 就會改由你做你老闆的助理 可惜你忽然的內心太過惡毒了 還想到其他人都像你一樣那麼惡毒 最終還是害了你自己 你也說你的樣子長得不差 所以問題根本不是在你的樣子 而是你的心有斜念 人家從你的眼睛就已經看得出來不單純 所以他也不敢接近你 你…這件事不是真的嗎 原來這是一場微波爐中毒驚魂 這個妹妹張敏因愛不成就對姐姐下了毒手 周律師 那在這個故事當中我們看到這個妹妹張敏 是用了這樣一種手段 那現在如果張敏事後說 我並不知道說這個藥經過微波爐之後 就能對姐姐的性命造成危害 我只是想讓她用這個方式拉肚子 但是結果可能會導致人死亡 雖然姐姐現在沒死亡 但張敏這個行為算是故意殺人嗎 那妹妹的這個行為呢 其實我們就要分析一下法律上 她的這個主觀願望了 這個妹妹其實她是明知道 這個牛黃解毒完她的這個特性的 就是一旦經過加熱 她有可能就變成能夠毒死人的這個毒藥 她是明知道的 可是呢她還是照樣這樣做了 那麼她的這個行為 其實我們可以從中呢 就推斷出她的真實的主觀意願 她的主觀意願就是想讓姐姐中毒 雖然她說她並不想姐姐死 但是她明知道姐姐有可能因此中毒而死 但仍然這樣做 即便她不是直接想要姐姐死亡 但是她的心態也是間接故意的 也就是說她對姐姐死亡的這個結果 其實抱著一種放任的這麼一種態度 就說我不在乎 那麼雖然跟這個直接就說我要她死 有著比較大的比較明顯的區別 但是我認為妹妹的這個行為 依然應該按照故意殺人罪來定罪處刑 只不過她的結果是未遂而已 因為根據證據也顯示了 妹妹是經過了一些研究 她知道這個藥在這種微波羅作用之下 會產生的這種毒性會有多大 所以這個親姐妹相間何太急 而且肯定 妹妹張民因愛生恨這個行為 會受到法律的嚴懲 另外還有一個事要提醒 現在大家每天會接觸不同的藥品 試藥三分毒 各位一定要注意好這個藥品的保存保管的方式 另外它的相關的毒性要有所了解 否則也許哪一天會對自己的身體造成一定的傷害 看故事變法裡 感謝收看今天的真實故事 明天見 明天見 一句說詞或許以禍從口出 一些行為可能以逾越維持 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法治盲點 詮釋百姓行為中的人情互虛 廣東本土低檔法治欄目劇 TVS1 真實故事